楼玄影大惊,庄昆华可真够卑鄙的,总抓人要挟,上次让他以身换皇后,这次直接打墨景浩的主意 那是敌影,墨景浩独身前往,还有命活吗?就算他真这样做,也救不出皇府尘吧 岳楚,墨景浩怎么说?岳楚的回答是摇头 他们还在主营里商议,还没定论,不过,以景浩的性子,他不会放任皇府不管 岳楚并没有猜错,墨景浩不会放任皇府尘不管 主营里,众将领商讨到深夜才结束,营帐里回响着嘹亮的劝解声 将军,大局为重,还请三思 语气里包含太多的哀思 墨景浩视线一一掠过众人,薄唇解敏,半赏才到 诸位,这场突围战,我们兵力不足 敌军从四面八方围攻我们,将领对我们而言更是稀缺 再失去皇府副将,我们之前的所有计划都要改变 短时之内,很难再有好的突围之策 默默希望,一个都不少 将军,这是庄昆华的阴谋 你独身前往,又如何能救得出皇府副将 自保都难,要是有个万一,军中无首 不,你们每一位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勇将 我不希望听到如此丧气的话 暗夜和我一起前往,庄昆华武功不在我之上 若有情况,我和暗夜一起出手,将他制服,便能救出皇府副将 到时,你们按刚才商议的计划接应我们 如果 墨景昊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目光坚定地落在江副将身上 如果有意外,江副将,宣抹王朝大军,由你全权指挥 将军 好了,不必多说,就这么决定 我明天傍晚前动身,夜晚对我们是平仗 墨景昊在他们还要劝阻之时,如此下结论 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先行退下 众将领无奈,只能叹着气,退出主营 江副将出了营帐,直接前去找岳楚 听到他在帐外喊人,岳楚抬眼,看向楼悬营 是江副将,悬营,你要不要躲躲 他摇头,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有躲避的心思 他想,其他人也没有过问他的经历 江副将进了营帐,单刀直入,说明来意 岳楚,你和将军多年生死之交,你能不能 他话说到一半,突然顿住 只因为他看到这帐里的楼悬营 起初,他还只是觉得眼熟 可慢慢发现他是谁时,吓了一大跳 这,江某一定看花眼了 他说着还揉了揉眼睛 这不是太子妃吗?也就是他们的将军夫人 什么时候在军营里?不可能 肯定是长得比较像而已 一定是这样的 江副将仿佛自我催眠般提醒自己 可那张脸也太神色了吧 江副将,是我 楼悬营有气无力地解答他心中的疑惑 末了又道 江副将,还是说正事要紧 你觉得他没看到我吧?我不是来胡闹的 江副将被震撼了,那表情就跟被雷劈倒伴 原来他真的是太子妃 江副将,你找岳某何事? 岳楚知道,他被楼悬营给惊呆了 只好提醒他回神 江副将回过神来 一起此刻有更重要的事等他做 他再次朝楼悬营头去一眼 压下心里的疑虑,看向岳楚道 岳楚,将军接受了庄坤华的提议 准备前往敌营 众将领已经劝过了 他仍然执意要这么做 你和将军多年生死之交 你的话他多少会听进去 希望你劝劝将军 皇府副将落入庄坤华手里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难过 可万万不可因小失大呀 岳楚叹了口气 景昊果然要去 他和楼悬营对望一眼 在对方眼里都没有看到任何惊讶 景昊的性子他们早就料到了 江副将,你们那么多人都劝不动他 更何况我呢 而且你们找错人了 最有可能劝动他的人不是我 而是悬营 他就坐在这里 你问他劝不劝吧 岳楚说着 把问题抛给了楼悬营 一物刻一物 墨景昊一旦决定的事 不会轻易更改 但楼悬营的性子正好可以刻他 只要他想劝 不管采用何种方法 必定能劝住 江副将文言 将视线投注在楼悬营的身上 希望他能硬下 只见他手肘支在桌子上 撑着腮帮子在那思索 一抬眼 看到营帐里的两人都紧盯着自己瞧 不由地愣了下 夫人 希望你劝劝将军 可楼悬营的反应出乎他们的意料 他摇了摇头道 让他去吧 要是不去 黄府城出了什么事 他也不会好受 所以还是不劝了 夫人 将军这趟前往会很危险 危险是肯定会危险的 就这样吧 专昆华如此卑鄙 而皇上也未必能久称 那就速战速决吧 就算拼了他半条命 他也要帮墨井浩赢得这场仗 岳楚见他平静下来 刚才的紧张早已不复存在 不禁狐疑起来 宣友 你有什么记错 他笑了笑 双手还于胸前 大概吧 应该能救回黄府城 让墨井浩可以安心作战 江副将 别操心了 按墨井浩说的去做 他说完 抬头看向江副将 又询问了墨井浩 何时前往敌营后 起身前往小帐篷 留下一头雾水的月楚和江副将 夫人说他有办法 希望如此 眼下他们都没有办法 只希望古灵精怪的他 真的有计策 楼玄影回到小帐篷后 打开包袱 翻找琢磨起来 将收于一幅小画轴中的 数个箱子 全部还原 顿时 小小帐篷 变得拥挤起来 箱子里 收的全部是画卷 他翻着箱子 将用得上的画卷找出来 不多时 就找了三四符 冥思苦想了一番 他叹气出声 一能次数受限 他得好好规划 如何使用 肯定会超过三次 他只希望 能撑到回来再昏倒 否则会徒增 墨景号的困扰 而他 不要当他的绊脚石 他看了看天色 墨景号 明天天黑才动身 如果能够拖住 超过十二个时辰 就是六次 他收好画卷 将数个箱子 藏于药草堆中